你知道吗,像大象这样的动物交配一次只需要两分钟,但生下一只小象却需要22个月,为什么大象这么特殊呢?那一只大象的寿命又是多久呢?快看,眼前这头正处于发情期的母大象在满世界地找自己的心仪男嘉宾,身体里无时无刻不再分泌的雌性激素令它燥热难耐,可以说是茶不思饭不行。 就连睡觉都要找雄性大象多的地方,方便睡醒一睁眼就可以再次继续寻找目标。 功夫不复有新人,在经过几天苦苦挑选下,终于找到了一只看对眼并且同在发情期的另一半,开心地在大地上狂奔,并且发出愉快的叫声,公大象和母大象表达方式不一样。 发情期的公大象喜欢在大树上摩擦,眼睛和耳朵里也会分泌出一些液体,在心情平复后两只大象摇摇尾巴,贴在一起扑腾着耳朵,鼻子互相缠绕在一起。 有时甚至把鼻子塞到对方的嘴里,它们可不存在害羞不好意思的问题,互相看对眼之后便会直截了当地在一起,毕竟目的相同,都是为了发泄身体的欲望在一番身体接触后。 双方都进入了状态,只见母象站在前面,双脚地拔开,而公象就要受累一点。 作为世界上体型前十大的哺乳动物,只能艰难地抬起双脚,将身体重重地趴在母象背上,便开始不可描述的场景。 为什么大象交配一次只有两分钟呢? 没想到母象在怀有宝宝之后,还会与其他公象交配。 大象交配一次需要多长时间,你知道吗? 说出来你可能都不太相信,大象每次交配仅仅需要两分钟, 但母象一旦怀上宝宝,就要孕育22个月。 这期间,母象带着体型庞大的象宝宝,又要怎么生存呢? 大象在找到配偶之后,就会没羞没少地开始交配,因为体型巨大, 所以公象艰难地趴在母象身上,生殖器官也比一般动物的大,交配过程也异常艰难。 所以每次只有两分钟便完成了任务,之后也会撒娇式地把头挨在一起。 大象和其他动物不一样,一头公象性成熟年龄在20岁, 但母象在10岁的时候就可以繁衍,但由于分配不均, 所以公象在寻找另一半的时候,难免会出现一些争斗。 那些略显年轻的公象自然落于下风,可能在发情期都只能远观, 却没有实战的机会。 母象在得到公象的滋润后,并不会留在此地与对方安营扎寨, 好好生活过日子,而是物色下一个交配对象, 别看他们每次交配时间只有两分钟, 但不同的大象都进行交配过程的话。 这些总和加起来就不可估量了, 只有发情期结束,母象才会安分守己地孕育自己腹中的象宝宝。 那体型巨大的象宝宝,就凭像妈妈一个人就可以顺利生产吗? 大象如此庞大的动物,每次生育是什么样的呢? 孕育22个月才出生的象宝宝,会不会像哪吒一样,拥有天生神力呢? 看,这只向妈妈到了待产期,只见她找到一处角落, 供着身体,一使劲,结果孩子没能顺利地出来, 向妈妈紧张地甩着自己的尾巴,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, 终于在一番挣扎之后,小象应声落地, 向妈妈顾不上自己疼痛的身体, 爱抚般地看着自己孕育了22个月的杰作, 用鼻子抚摸小象的身体。 小象的生存能力特别强大, 基本上刚出生就可以行走, 之后便一直跟在母亲身边生活。 但大象是一种以母性为统领的动物, 一般都是由年龄最大, 至上最高的母性大象作为老大。 公大象在前五年的哺乳期, 可以和自己的妈妈待在一起, 但一旦长大, 雄性大象就要离开种群,独立生活。 大象的寿命和人的差不多, 平均在六七十岁, 大象刚出生的时候就有牙齿, 在他的一生中会更换六次之多, 随着时间的推移, 他的牙齿会掉光, 导致无法进食, 只能等着饿死。 在生命的尽头, 大象也像小狗狗一样, 会感觉到自己命不久矣, 就安静地离开了大象群落, 万物皆有情,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是否喜欢大象呢。